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Ia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妹子挑戰關 那這邊輪到最後一關 暗屬的部分 我們就帶大家用 只有光能進場啦 我們就帶大家用光神二獎 神聖天使獸與天女獸來通關 這邊也是全數碼配置 這個是V仔獸的異轉 龍心態 其實也不太會用到他的技能啦 撐血用 跟獅子獸原理一樣 就是撐血用 那這隻的話就是直傷 用來破隱身 那你如果不是數碼回鍋玩家或新手的話 你有以前的光屬性直傷卡 你也可以把他帶進來 沒關係 不一定說要堅持跟我一樣的主題 那龍科的話就帶上自己的武裝 中間可以帶一些黑金啊 或者是蛋糕武裝來做一個加秒 或者是那個 對 就是龍金屬裡面可以轉到的光屬專用武裝 他也有一個加秒的選項 好 那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啦 這隊可能會打比較久 因為他有一個天降加排列效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就去手銷到全部的光屬就好 這個軌跡問號不用擔心 因為他只是暫時的 他只要6格之後就會消失 好 那我們這邊就去手銷全部的光 好 OK 這邊直接送走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要消30顆光 對這隊來說自然完全不是問題 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個天降效果了 我們就把半邊消乾淨就好 節省他那個天降的時間 好 他通常是兩回合帶走啦 兩回合帶不走也沒差 一技是越扣越強 初始只有扣25 然後再來50 75 最後才是100 好 這一回合可以帶走的話 我們就直接全力轉了 OK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第三關 來 第三關這邊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把全部的暗手銷到 好 先這樣就好 就真的只消暗就好了 好 OK 那這樣子沒事之後 我們就直接全力去轉 這種結界地形對這隊來說 就是比較不友善的地方 對會天降的隊伍來說 都是如此 好 這時候轉完去把龍科打開 我們就直接全力做一波大增傷了 你也可以把暗珠濾掉啦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用再去做一個 手銷全部暗的動作 麻煩齁 就藉由龍科來把全部的暗都弄掉 也行 好 就這樣就好了齁 好 阿沒有一波帶走怎麼辦 其實也沒差 就是再把增傷吹下去 這樣子而已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是 光暗強化盾線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無視的方式 去把它弄掉 然後開這個增傷 好 阿這邊的話就是注意不要手銷到新就好 如果場上新真的太多 你可以開這一隻 小的齁 去把它轉掉 也行 好 來 這邊我們就直接全力轉 照理來說就是開完龍科也不會有新珠啦 所以這邊就安心吧 好 本來是想用無視的啦 結果光暗強化都消到了齁 好 來 帶走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這個 去破它隱身 好 阿這邊就是不要消到暗珠就好 阿場上按太多你也可以一樣 去把它轉掉 看你自己齁 好 OK 這邊直接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來到王一 那王一這邊的話是十五康起跳喔 那你如果覺得十五康好像真的蠻沒有安全感 我跟各位說不用擔心 如果你的隊伍跟血量 跟我是差不多的話啦 可以挨住他三下 換言之 你轉到十三康 他打三下過來 都還不會死掉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全力轉就好了 他會每回合遞檢 一開始是 比較高壓的部分 但也還好啦 不會說真的到非常高壓齁 好 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 欸 結果我們這邊其實就有十五康了 那這邊25%盾就慢慢去打掉他 每回合遞檢就是你的壓力會越來越小 好 OK 好追打效果沒了 所以不會那麼久了齁 好 對啊 如果你想要帶貴小太郎來偷趴數的話 也可以 反正光鼠嘛 就可以進關啦 好 最後就意識意識用一下他的技能吧 哈哈 反正也用不到 好 這邊就直接帶走了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他會轉固定十康給你啊 這邊的話我們就補一個光神二獎的 這個二技的增傷 好 隨便把一個炸掉 這樣版面就也還是十康 我們只要全力去轉就好了齁 一回合沒有帶走沒差 他CD2 所以你有第二次機會 這個不用擔心 好 好啦 以上就是光神二獎通關的部分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命運女神暗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普